不是將軍就是官員 我應該先讓你們知道 高級版項目有什麼樣的管理 高級版項目的管理就是第一 你有主機去買借學 借學是農學 我其實不是 因為我當秘書長 我常常要跟外界接觸 我常常穿學的 讓人看得很討厭 所以我有時候我會換這個 深藍色的衣服 但是在重要的項目合的時候 我就會換上我們的制服 我們現在高級版畢業 你可以結業 不要說畢業 結業 你就有資格可以去買 做黑色的社長 十步十步都一樣 其實黑色的社長 現在很普遍 加熱服就有了 但是加熱服好像是沒有高等 一時兩千塊錢 你去那裡去穿 穿好你馬上可以穿著走 十步是裡面白色的襯子 襯衫 隔年再戴 十步當時 黑色的社長 裡面白色就可以了 裡面穿白色 可以穿棍還是穿褲都可以 但是你穿西裝 會記得要穿皮 台灣人很奇怪 後來穿西裝 要穿一支牛的 這是很奇怪的打扮 穿上皮鞋 穿上西裝一定要穿皮鞋 這是我們的標準的打扮 同时你有资格去买徽章 这条是台湾民政府的徽章 我告诉你台湾民政府的旗子 不是我们做的 这是美国军事政府交给我们的 台湾民政府的这个logo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你们看出来什么意思 像这个价平这条什么意思 你们看好 黄色的部分代表什么 日本天皇 日本的其实是黄色 所以这个黄色就是标识是日本天皇 六粒青 白色的青在那个黄色里面标识什么 六个州 很聪明 这个黄色的部分代表亚洲 有很多人在欧洲 你跟他说台湾 他好像台湾都会跟你听到这条是泰人 泰国 就是泰国 其实不是啦 这个台湾就一定的 你看就知道了 那这条黄色的青青衣裳叫红的青青衣裳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军事政府 今天台湾的地位又是美国军事政府 这条黄色的地位又是尖红中 这条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这条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美国人美国的国防部 用这个旗子交给我们 当时你看这个USMG 跟那个台湾民政差不多 这部是那个黄色的 里面没有那个星星 这个 好像翅膀的一个星星那什么东西 那就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啦 美国的军事政府 担任台湾 这是USMG 所以来欧内府 美军如果在今年进来 我估计大概七八月份就会进来 他马上会生一支旗子 那支旗子就是这支 USMG 现在外面的社会里面有的人说 我们没有看过USMG 没有看过军事政府 其实USMG它会化身 台湾民政府 中华民国来宣揚台湾的时候 也没有台湾民政府 有 那当年一日白的孙叫做什么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我听过吗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我听过吗 没有 有的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没了 年纪比较近的可能没了 所以 中华民国来宣揚台湾 一九十五年刚来的时候 它就是叫建政法 有两个组织 一个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另外一个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是中国军政府 现在这次以后在一九十七年二月二八发行 这个228的屠杀事件以后 美国人因为他中华民国 美国报告台湾人不服管教 不服从占领 所以他必须派兵来镇压 美国是同盟国 美国接受他的说法 但是在1949年 1947年的6月15号 宣布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变作台湾省政府 台湾省政府 现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变作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吗 现在变作海巡署 这是整个的演变 所以海巡署不会没去 台湾省政府也不会没有 所以当年李政区说要跟他们动省 废省 你刚才说是要废省 美国惊一会惊一会 当然双处于反对 所以那是另外一会书 他要把废省 美国马上派AIT去找李政区 大家说你怎么可以动省 废省 你怎么可以废省 你把台湾省政府废掉 就直接省任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那叫做什么 就地合法 美国当然不允许 建政法在那个所在美国违反的时候 美国将来谁当总统 谁又要受军事审判 国际法庭会判他的罪 所以跟李政区协调的结果 变成什么 动省 所以台湾省政府跟警力 折到一个 省政府所有的设备折到一个 李政区觉得很奇怪 那个电影是要冲车都没用了 他现在叫做台湾省咨询委员会 省议会叫做台湾咨询委员会 那个委员一个人一五月 现在已经领到八万块 那坐车都免费了 那变成什么 酬庸 所以 有个人推过 听我这样说 去检重庆新春 他因为说我来检重庆新春 我就执政了 那会推到这种程度呢 不过要检重庆新春 应该去检重庆新春 总统府 对不对 检重庆新春一个小点 啊 总统府变成中华民国 去检重庆不懂得到 不过他如果检重庆 我看 他要宣布他开城 台湾省政府来劣无人 所谓的省主席 是林郑哲以前的这个新庆 的这个市長 那些都是粗用的 当然也无人 他就免上班 一个月也有几十万多年了 所以他们就去执政 把检重庆新春 占五分钟而已 就叫警察把他抢出来 现在把他检索 我齁 世间没这么傻 真的没这么傻 这些人已经去美国 订阅为台独分子 你那天不知道有 你看电视 那天我看电视 电视上台叫台湾民政府 我走一条 他就说 啊 台湾民政府 在担当行新春 那是对不对 下来就改过来 原来他们 出了一个名字 跟我们差不多 叫台湾自治政府 我告诉你 台湾民政府 这个名字 什么人都不能改 这是建政会 里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如果 对我说 我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 我给你保证 我用社名给你保证 不管什么人 中华民政府 监控 警察 調查局 都不能够处理 这个名字 上面有一个什么人 USMG 美国军政府 你给你保护 USMG 有这个单位吗 有 在哪里 在美国五角大厦的 国防部 有一个 USMG 准央的台湾 就是 美国军政府的 台湾办公室 你若 请律师 加上一个 USMG 准央的台湾 下去国防部 你会得到回信 这个是怎样 我们在2001年 在2001年 开始 印这个新闻情的时候 就不是 我们今天是 美国带我们的 所以 你问美国 那些 《苹果日报》的记者 问美国 问AIT的官方 到底政府这座新闻情 是真的 他不回答他 就是什么 no common 但是 以前跟你说一段 去问警卫 警卫 警卫告诉我 啊 哪有人最多 所以现在就 有 土耳民就觉得 嗯 只会 警卫 说的话会听你吗 你当我住在大楼 有没有警卫 警卫说的话会听你 可以代表你吗 当然不可以 我方不敢说 这条新闻情 我给你保证 我给你用生命给你保证 百分之百 是美国制作 而且 有效 现在已经四万人了 这速度越来越近 一直来越来越近 今天 在我们第一教室 之前训练班 现在在那里上 有超过两百五十位 我们现在是有三千六百多 差不多三千七百 如果再加上这个两百五十位 已经有三千九百多 我们预计跟美国所答应我们的接掌政权的人数 相差大概五十位左右 所以我勾给我们再加上一支的职权训练 我们就可以执政 当然 不是只有人到处 不是这样就执政 人到齐以后要报给美国 同时呢 要加上我们那个官司的审判 六月十七号 美国的法院要求我们 六月十七号之前 必须 对美国国务院所提出的国家免述 提出答辩 这不用紧张啦 两千块两年十月二时 我们够美国的时候 国务院也是同样 国家免述 国政法有这条你们听到吗 就是国家不用够 但是 我们头哪儿真好呢 我们跟美国的反应说 我没有你给他搞国家的事情 我是给他搞什么 人权 你美国是人权立国 美国的宪法奖 要保障人权 今天台湾给你占领 是按照 就今天和平条的二十三条 所以 你 国务院要出来答辩 所以那时候 两千块两年的时候 我们跟 国务院 我们有一个十二次 来回十二次 的工坊 那些工坊 电话年给我们打个三点 三点就是说 台湾人没有国务院 台湾人没有国务院 台湾人没有国务院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力量 尤其 Nagoya 又是中属去 国务院 去到国务院 但国务院 到国务院 选择 更多两点 之後歐巴馬有派他們兄弟來台灣兩次跟我們講 他說什麼呢? 他說好,你不要再告了 我哥哥已經知道了 在我哥哥下台之前 會幫忙你台灣走上國際地位正常化 要想過,過年來他就要下台 到現在還漸漸 所以我們想說,等一下 他這樣,我沒斷,等一下 我乾脆經濟最簡單的點,角勾 這點角勾在這裡,就是什麼? 我先中華民國給他掛出去 中華民國為什麼給他掛出去 只要中華民國的國籍在台灣人身上是無效 只要身份證是無效 你中華民國就要理會了 對不對 五番零 但是還是慢半拍 中華民國太過程無效 台灣人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在台灣會發生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現象? 您覺得 很好 你這麼年輕你怎麼知道 他說 他說 網路上說的 你有在看網路 沒有錯 中華民國的選舉停 就沒有選舉了 這拍手中 你們很愛選舉 我跟你說 來來,我問您 您老老是說 說白菜的報道證 過去的選舉 你曾經人幫你買票 人請你吃飯 拿到紅包 有的人拿手 坦白講 坦白講 如果沒有人會報道證 我想說 好啦,一般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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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買票 可以請你吃飯 你就給他送票給他 那種的 不是叫做民主選舉 對不對 這個不叫 等到 台灣民眾等到有一天 我們台灣人 自己那張票 不因為金錢 不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來送給你 那時候 就真的叫做民主選舉 所以我是認為 台灣民眾執政以後 二十年到三十年 不選舉 我們寧可讓美國軍事政府 直接控制 台灣民眾 管制台灣人民 教育台灣人民 跟我們台灣人 會後來尊重你自己的時候 我們再來選舉 你說這樣有利嗎 當然 台灣民眾執政的時候 有很多的措施 蘋果日報也把我們做公告 寫得很大批 那名蘋果日報 我把你建議 你要去找出來 最好把你表白起來 是不是台灣民眾執政以後會做 第一 第一 十八歲以上的十八十五 政府一定 給你一間房子 但是要北部 沒有超過兩間房子 你北部兩個人 超過兩間的時候 政府上的給你一間房子 我沒有意義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你聽清楚 台灣民眾執政 土地政策都不一樣 房屋政策都不一樣 實價登陸 實價登陸 事實上是我們台灣民眾 在四年前開始提倡的 現在是中華民國很多的措施 都是聽我們的英國以後 他們在改變 以後我們不允許 任何人用草地皮來發揚 草地皮來發揚 草地皮來發揚 這種會叫發揚嗎 所有的國營企業會變成股票 發給我們台灣人每一個人都擁有 但是你如果去經營國營企業 你如果給我瞭解 我跟你們說什麼 我先跟你說 我是說實在 以後台灣的刑法只有兩個 一個是死刑 我才不管你什麼人權 什麼 來這個把它換一下 那個什麼 那個 電池 等一下老師上課都沒有 我跟你說 我們以後的台灣的刑法只有兩個 一個是邊刑 一個是死刑 你們看過邊刑嗎 好 給你們看一看 初期幫我放過 來 邊刑給你們看一看 什麼叫邊刑 這個邊刑 為什麼我們要用邊刑 邊刑 來 媽媽你看看 屁股很漂亮對不對 來 把它打下去 我跟你說 新加坡有邊刑 我記得有 台灣的詐騙集團 去新加坡騙人 去抓到 邊刑 打一個而已 只要打一個 回來的時候 一個月之後回來 那個人走路 要開腳踢 記者問說 邊刑怎麼樣 他說 生不如死 他說他打在睡 打一個月 我們以後也是邊刑 我才不管你什麼 人權不人權 你跟 對方 也是受你的 人權的 傷害 也不是 所以 我們以後沒有監獄 所有的監獄 都比照 那邊刑 如果說 給你打一個月 一下邊刑 你看 你打幾年 按照那個比例 給你邊刑 那邊刑 同時 腳幫你帶腳療 你不可以走 你一國都要回來 邊刑的地方 邊刑 邊刑很簡單 在那個分局 做一個邊刑室 就好了 現在用人 不對 那人 十九 這台灣人 這台湾人 腰太聰明了 紅包肌肉 會給他打小一點 所以以後 這個邊刑用假器 那個力道 都固定的 當然啦 要給你打以前 先給你檢查一下身體 以後 不過我們不蓋監獄 你想想 監獄的作用是什麼 你犯罪 我就請人去幫你捏 捏到 椅子 就煮飯給你吃 還有 煮熱水給你洗 我把我們沒有那個 擊斃了啦 對不對 這你的拍手這麼對 好好好 是你們贊成的 不是我 所以 他不是說 我每一次 說邊刑都贊成 死刑很簡單 什麼人說 要反對死刑 我請他來 死刑完 我給你帶回去 你自己去起床 住在裡面 不能給他出來 你把他養一死人 這樣好不好 什麼人家叫人 人權 好 好 你把他起床 住在裡面 你不能給他放出來 放出來 你死刑 我告訴你 你要再贊成 不可以實行嗎 臺死人 不死刑 看了鬼 對不對 而且這個施法要改 一定要用陪審註 不能發官 一個說定理刑就是 一天一天不去碰到人 一天一天就去慶善 我告訴你 現在這個 中華民主要思考 我是討厭的要命 當然 我的錢錢 台北都思考 不是思考官 我們家長很奇怪 不是思考官 就是異性 那些思考官 我都告訴你 我先告訴你 我執政 你們施法人 從考 定心給它靠去 我告訴你 你們這些都收紅包的 我的錢錢賣 真的我的錢錢賣 收紅包 所以我說 你不能去做法官 不要去做審判長 不要去做檢查 你也可以做司法有關的 我告訴你 你去執政署 那些人 不要去做司法官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做一個檢查官 你的主任告訴你 媽咪 媽咪人 這是我的朋友 你拜託 他不要告訴你 你就要替你講話 但是告訴你 請你依法審判 這句話就到了 你聽到嗎 如果那個檢查官 那個司法官 很糟糕 你如果他說 他做 作弊 他說沒有 我叫他說 依法審判 你所有的案 都不要說 只有這個案 說依法審判 什麼意思 就是你關說 所以我跟你說 真的中發明 這種制度 我是氣得要命 再來 我們還有第二個政策 就是 你今天生的孩子 在便宜生的孩子 一禮拜裡面 政府馬上 給這個孩子 一張存折 裡面已經有五萬塊 他後面一個月 都花五萬塊 給別母 去養那個孩子 因為你生的這個孩子 就是我們台灣的孩子 我們替我們台灣 照顧的寶貝 這樣對不對 這樣年輕人都會生 比較多就生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聽清楚 你五萬塊 你沒有提供一下 這個孩子的生活頂 我拿著幫你便宜 我先跟你說 你不能五萬塊拿著 我去買毒品 五萬塊拿著 我去擲賣 不可以 這個我們還有一個檢查制度 你的孩子 從生出來 一直到大學 都不用錢 我告訴你 有的人說 你真的假的 讀這個都不用錢 我告訴你 全世界 英國 德國都這樣 所以我告訴你 全世界 這些好的國家 的制度 你不用去 自己創造制度 現在 這個全球裡面 這麼年國家有 很好的制度 你去把它學就好了 完全照抄 你知道嗎 你何必去創造呢 你創造 我們不得不切 創造很多人 有私心 所以我們一執政 馬上派人 跟這些國家來講 來去學 我們這些錢買就來 台灣如果不要貪污 所有錢都有 台灣 那個軍購 我上次就跟你們說過了 六百 他去買三十隻玩具 阿帕匙 到現在他還有一盤 還沒背到台灣 還在背 阿帕匙 去那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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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說是台灣 現在美國說是台灣 我們說給台灣的那個儀表板 都是重做的 你要看 我們買什麼 玩具 一隻玩具二十隻 台灣很苦 我告訴你 這是怎樣 因為 本來我們就不用買那個武器 我們是美國軍事政府 簽名中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要買武器 你當年簽名流球的時候 你有叫流球去買武器嗎 沒有 是怎樣台灣就要買 這都不對 這是給我們執政 我要跟美國討 你看 年了 看我們多少 所以我們絕對有錢 我告訴你絕對有錢 我給你補責 後來 那些基地 跟法民國 你使用基地 有花錢給我們嗎 喂 那基地 造業 變成基地 有的人老爸生的家 跟我們徵收 夭壽過分 那些都要行 那些基地 美國如果你要用我做你 一年看多少 好像他做普天天基地 日本 你美國不要做沒關係 我做年 看你要做就不要做 對不對 很簡單 我說 建地 換建地 要用頭腦 台灣人已經退了 七十年給你控制 那頭腦都死了 都死了 所以我希望這些年輕人 要聰明 你看 要看一本新台灣論 不是說因為我生 所以我叫你去看 因為美國的軍事政府也派人 來去反應這個新台灣論 我跟你說 三軍 他們的那個叫做 教務處 也卡定會發 欸 林先生 你可以來三軍 來架戰爭嗎 戰爭 這叫做戰爭論嗎 我說 你說你是投下派的喔 你知道我是在做什麼 我是要推翻中華民國的人 你叫我去教 我把那些兵子說 你們不可以當兵 你們就要造反這樣喔 我跟他說實在 我沒有說開玩笑 接下來我跟他說 他說怎麼辦 他說叫我去教那個 戰爭史 我說很簡單 去買新台灣論 他說我在外面買 我說沒關係 你看要多少 我都買你 買得比較貴的 因為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在投戰爭 戰爭史 啊 他的那個戰爭論 我可以跟你說 差不多大部分都吵我 這點你都點點是怎樣 林先生有夠過分 如果我好的 你們都不會給我拍手就對了 如果說你們好的 你們都要拍手 啊說有錢的 你們也要拍手 所以我們想想 台灣人這 六十九年一樣 台灣人已經是木頭人 你們都木頭人 你知道嗎 你不相信 真的有你們想想 你只要台灣人 你只要推到木頭人 我不會騙 所以 我們台灣人 除了從 遊樂圈 一直到台灣 你以為我躺多少 都去討 學會都政府給你負擔 現在有差不多 八十萬人的 大學生 把中華民國貸款 投資 我們一直 整這八十萬人 都不用行 你又點不點了 我知道了 你們都沒有借錢 這百人的事情 我會拍手 你應該要做幾個 都一定行 行完 行完就沒辦法 行完 不用行 都不用行 我們執政那天開始 馬上宣佈 所有欠中華民國的 那個 助學貸款 都不用行 不然還有什麼 信用貸款 喔喔喔喔 信用貸款 信用貸款 你自己拿去鄉收 你要行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學員 行 我們會考慮 因為執政議員 你聽不清楚 執政議員 我們用 剛開始初期會用美金 你會說 為什麼不用美金 那是美金 你如果不用美金 中華民國那些夭壽 自己在他們 你也不知道 他三千半年 在哪一間地下是在他們 所以剛開始我們宣佈 停 通通用美金 你們可以 替你們的錢 來換美金 回去使用 怎麼說到 啊 當然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這樣喔 很高興 比較快 找錢 不行 不行 有一個固定的限額 不可以讓你黑白碗啦 啊 所以這樣通在自己 最煩惱的什麼人 連見 有補充 這會開始煩惱啦 怎麼說 他們的錢 可以不出 我老早在上課 不是今天你說 我三四年前 在上課我就說過了 美國現在一直印這個美金 但是美金有漏嗎 沒有耶 全世界 為什麼美金 都一人印 一人印 一人印 都不會漏下 因為美金印 有很多人在收 什麼人收最厲害 毒銷 你怎麼知道 毒銷 你如果去看那個毒銷 你打開槍 開的都是美金 我跟美國的財政報告 我要改靠這個問題 我給你加很簡單 你只要美金改變顏色 把他印紅色的 那選擇 六個月裡面 你如果不換 那些九個都不合 那你聽到嗎 那有人還在想耶 想這樣不合 因為幾層戶的美金 對不對 你現在紅色跟他印 你米 那些毒銷 要拿那個 那些米金 給我換新的 我會告訴你 你要告訴我 你那個來源 你總不能說 我販毒所得 對不對 我告訴你 美國的教授 有夠多 所以中國 也不是美國的對手 你不用擔心 中國 還要 購很多錢 給美國 為什麼要購很多錢 給他 不是真的購他 美國這個夭食 我都要怎麼用 你知道嗎 你中國 你生產那些東西 對不對 美國說 我給你買 你有多少都買我 現在買購買一半 他就說 我沒這麼多錢 你要怎樣 寄的拼 都要寄的拼 越寄越多 從來不煩 美國跟經緣治 十幾年來 從來沒有煩過 不怪 北大學生在問 副總統說 你美國欠我這麼多錢 我的錢有危險嗎 沒有沒有沒有危險 副總統沒有危險 我們美國會保護那些錢 就像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所有學生都要拍手 那都是土耳鳴 他那個空軍的最好 人家比較聰明 他想說嗯 他還沒行 第一 北大學裡面一塊肉 你要把它搖出來 手上去 拿後把它搖 搖得到嗎 那讓他放出來變成什麼 米田公 帶去美國 美國有很壞的紀錄三次 第一 在一八幾年的時候 美國欠 荷蘭籍 上台是應該是 欠到 欠西班牙籍 荷蘭跟美國都 西班牙都有欠 打一仗 美國 美國打贏了 不用煩 美國欠英國籍 獨立戰爭 打一仗 不用行 他說美國跟中國 早晚必然有一仗 撐在家 所有錢都不用行 準備好 所以你想想 美國是聰明的要命 雄土的是誰 台灣人 台灣人齁 是平埔族的個性 平埔族有什麼個性 平埔族有什麼個性 勤做 瀉做 瀉做 只要賺錢 賺錢要做什麼 你問 他說要繳稅金 從來沒有自己要享受 你要繳稅金 你都不想想 我這個稅金交的是對還是不對 也是有的人 真的沒有辦法 缺稅金 你不要行 他用善意 幫你插風 善意會變成他的工具 所以我說 那黑白插風 那個俗法官 我們一執政 我都幫你清算 我跟你說 當我講講 現在俗法官會來找我 我跟你說 沒關係 我們反正快要執政了 你這個俗法官 一定要憑良心做事 我們現在高級班畢業 你有一個管理隊 你會不會插槍 不過現在全部有幾個插槍 就是這樣 有的掛槍 在全台灣 特別說 也很少有機會 警察幫你帶 也有遇到那個 像是我們的 蔡英文說的 白白跟警察一樣 也沒有遇到 掛槍 把你插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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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 我說一個禮 在我們土文法師的 那位 泰山 在那位 警察局 那位 教統隊 跟他插一個 叫我們的湯茂松 拿去警察 把他揹起來 把他紅色的車牌 插槍 湯茂松 就說 你不可以插槍 這我 警察說你在說什麼 你這違反交通規則 你問我要違反哪一條 你違造車牌 就說你開紅單嘛 跟誰說違造車牌 當那個牌 他拔就是 拔的時候跟他說 你這個紅色車牌我先保管 剛才他說 他說我跟他說 你今天跟我拔這個牌 你會有完沒完 我絕對幫你拔 他跟我說 沒辦法去拔 要按鈴申告 按鈴申告的時候 當然法官一定要傳 理由是什麼 他說 有人 他說有人 截火 搶劫 搶劫私人財務 我看到我 我想這條很大條 他傳 他拔 他拔六個 但是路邊他知道 說那六個都警察 警察看警察後 不覺得叫六個 叫四個來 現在又開燈的時候 問這個湯先生 他就說 欸欸欸 警察官 像對方不來 有一個人長有來 長你不來 他說你說什麼 你不跟他傳 你只傳你怎麼也不傳我 為什麼 當然警察說 給他賭的都沒話說 他來講 他說 那個不重要 誰告訴你不重要 你們中華民國行法 有規定 被告一定要出席 警察說 他被賭到不知道要怎麼說 所以他說 為什麼只有傳四個 有六個呢 拿照片給他錢 是不是這六個 你說這橡皮怎麼這麼年輕 他們偽造文書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 他覺得他們說 這年輕的時候 你說這不可以這樣 我們湯先生說 不可以這樣 當然我告訴你 在法律上來說 他不能跟我們查 美國軍事經會的插擺 他不可以 沒收更加不可以 另外 檢察官擰軟 他說 好啦好啦 那你有什麼要求 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可以嗎 很簡單 兩個事情 第一個 到我家來道歉 用一個就可以嗎 用六個都要到我家來道歉 你來得來幫他抱歉 你來得來幫他抱歉 第二個 您要將我的紅牌 把他告到回去 今天看 跟他書記 我們兩個是說 笑到他 他說 哎呦你這麼嚴格 他說 他把我的牌 我就不講嚴格 我叫他幫他抱歉 這樣做不到 他說如果 我一個禮拜 等不到他們 我再告他們 偽造文書 大事件中的 我告訴你 時間到了 下回分解